今天全台湾都在看这支股票 它的涨势还是跌势呢 这是国产高端疫苗二期还没有解盲 上周惨吞的6根的跌停 股价直接的腰斩 但是在昨天盘中急拉涨停 冲上了228元 涨幅是将近有10% 好来看到今天呢 今天开盘再度亮起了涨停 来到了250.5元 上涨了22.5元 第二根涨停板 这中间有人可以在操作吗 这股价上冲下洗是常有猫腻吗 我们就持续的看下去 但是中央到底是买了多少的疫苗呢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在去年7位对外说 将会透过新冠肺炎疫苗 全球取得机制 也就是COVAX 在今年第一季争取1000万剂的疫苗 在9月强调说 国际的采购呢是已经签约了 台湾的1358万民众就可以接种 今年5月的时候呢 蔡英文总统在二度表示说 她说已经埋了3000万剂的疫苗 包含了1000万剂是国产疫苗在内 但是到昨天为止 我们来看一看 扣除了美国 扣除了日本的援助 真正外购的疫苗只有多少呢 只有87.6万剂 达成率多少 4.4% 今晚如此呢 苏贞昌昨天到了立法院报告的时候 他还是强调说 加击日本捐赠的124万剂的A剂 台湾已经取得了211万剂 其中的第三批的A剂疫苗 41万剂都已经配播 15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从今天开始要施打 好预计8月底前呢 会有大约1000万剂的疫苗到位 政府已经做好了 大量要施打疫苗的准备 这是呢苏贞昌说的 但是呢民众党立委高宏安就直询的时候吐槽他了 他说现在呢早在今年2月的时候 苏贞昌就曾经说过了 今年的第一剂第二剂会到货2000万剂哦 结果是持续的跳 这个承诺持续的跳票 现在他要怎么来兑现呢 结果苏贞昌怎么回应呢 他说是因为变种病毒 让这个疫苗的制造国供获更加的困难 台湾还碰到了不是合约上的因素 什么是不是合约上的因素呢 所以他说困难度很高 好就来看到陈时中他是怎么回应的 他解释说Covets呢 本来规划在2月的时候要供获 但是后来呢只供获了一部分 现在可能要等到7月份 AZ的1000万剂呢 因为呢泰国厂的产城出了问题 所以整体的供获往后一个月 莫德纳的505万剂呢 在本季有几十万 然后逐月会120万 然后是100万进来 这个部分呢是陈时中他的回应 不过看到呢 现在的疫情这么的严峻 6月应该要到获得Covets 还有AZ疫苗竟然爆发 还要再往后延迟一个月的时间 另外一批的1000万剂的疫苗 也要推迟到8月份才会到获 专家就很悲观的说 在没有达到群体免疫的情况之下 这三级的警戒 恐怕是一路要撑到8月底 甚至9月打完疫苗 才有望降级 加强满三级警戒的第一天 纪会中心宣布 6月8号新增本土个案 219例 新增死亡22例 阳性率下降 但由于年长确诊者多 死亡率仍高于全球 新增个案中 仍是新北市123例最多 台北市已降至54例 苗栗县16例 是全台前三名 本土病例数已经从6月2号3号 超过500例高峰下滑 7号211例 8号新增219例 不过三级警戒 延长到6月28号 疫情仍需谨慎以待 阳性率到一点多 那这也算是一个 比较好的现象 不过毫无放松的本钱 直呼没有放松的本钱 指挥中心赶在端午廉价前 延后三级警戒 但中研院研究员河美香 从发病日的波形推测 三级警戒恐怕早有漏洞 现在唯一能维护社区安全的方法 就是尽速让全民接种疫苗 不过台湾疫苗进口速度又延后了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莫德纳疫苗本季几十万剂到货 供货量稳定 但COVAX AZ疫苗 原本六月到货 如今因为泰国厂出状况 以及非合约等因素 延后到7月 还有未知厂牌一千万剂 将在八月底到货 其中一百多万剂是国产疫苗 该不会要等到八月底 这一千多万剂开打 三级警戒才能降级 撑到疫苗可以打到70% 这是战略 全民施打疫苗的比率还是太低 很有可能到八月底之前 我们很难解除三级的管控 三级警戒 真要等到八九月 一千多万剂疫苗到货 才有望降级吗 就怕真要等到那时候 民众早已防疫疲乏 而让感染数字再度上升 既有黄医局长 小学SNG台北采访报道 国内的疫情累计308人死亡 致死率创下新高达到2.8% 这超过了全球致死率的2.1% 指挥中心专家小组召集人张上纯说 超过有九成的死者 60岁以上 八成三是合并的多重慢性病 加上了疫情来得很急 重症照护的压力非常的大 进而提高了致死率 我们就来看到大家都想要打疫苗 但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顺序 我们就来看看施打的顺序是多少 是什么 你是在哪一类呢 我们来看到第一类当然就是医治人员 第二类是中央跟地方政府的防疫人员 第三类是高接触风险的第一线人员 第四类就是有特殊的情况 必须要出国者 第五类是机构跟社府照顾的系统人员 第六类是75岁以上的长者 接下来是维持社会运作必要的人员 还有维持国家安全必要的人员 到第九类才是65岁以上的长者 第十类是19到64岁 容易致严重疾病的高危险族群 十一类是50岁到64岁成人 其他还有没有被列进来的人员 没有列在这些类别当中 好我们就来看看跟其他的国家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台湾呢接种的顺序 美国有个华裔医师就是Justin Young 他说呢其实这样子的顺序是蛮让人失望的 他以美台的接种顺序来做比较 他说呢连美国这种没有健保系统 电子病例系统呢非常混乱的国家 都可以定出一个详细的施打的顺位 列出慢性病呢 这个清单 台湾的机关署他说真的是要加油加油了 他也回应了网友的留言说 请问一下 他说如果呢像是台湾国情的意思就是说 30岁健康的官员 应该比你家里头75岁高危险的妈妈早打疫苗吗 好看起来我们现在类别就是这样子嘛 好那么医生他就讲说了 台湾呢是把这个维持防疫系统体系运作的 中央跟地方的政府重要官员 村里长是摆在第二顺位 但是呢身体健康的官员或者是村里长 即使是感染的重症死亡的几率会比 长照老人或是流民要来的低很多 因此他个人不觉得说 官员或者是村里长的顺位 应该要比长照人员或者是警察还要高 好他认为说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跟接触风险 应该是要一起来做评估 好看到呢这是每台不同的一个方式 施打的顺序不一样 但是大家要问的是疫苗到底是什么时候会到货 行政院长苏贞昌说 8月底呢将会有1000万剂的疫苗到货 但是呢买疫苗到底花了多少钱 苏贞昌跟陈时中当场是待在台上达不出来 为了纾困预算立愿被寻 国会的气氛也很火爆 而陈时中他更是罕见的动怒 两度的回呛在野党立委 这是一个紧急状况 你别人都说你要来申请 应该是我们的主动工 他没办法是要申请三回 为了居家快塞产品进口 指挥官陈时中在国会动了气 下了台还要回呛 活气真的很大 尤其被问到疫苗接种顺序 第七类到底是哪些人说不清楚 却又怪人问台戏 全台疫苗花 苏贞昌宣布8月底渴望有千万剂到位 但买疫苗花了多少钱 苏贞昌就是不说不断调针 仿佛世纪大秘密 5月28号签约金额是多少吗 相关的企业 直接回答 依照这一些来进行 你到底预算多少 你用了多少 国产疫苗的这个签约是多少 国产疫苗5月28号签约是多少 委员刚才所讲是说 没有预算还没有通过程序 国产疫苗有没有超过64亿 有没有超过64亿 相关支付在契约里面 有分益支付等等 三级警戒延期没有疫苗 立委国会直询特地穿上防护衣 全身包紧紧 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我们希望早日结束 回复正常生活 我也希望啊 所以解药是疫苗嘛 苦日子就等疫苗解药 却偏偏只看到大内宣疫苗在哪里 依然没答案 接着林佳慧 晃明君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